蒋干游说周瑜 是三国演义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桥段 而此事写于赤壁之战前 也使得周瑜的谋略 才华尽显曹操的乱世奸雄 的形象也是更加的鲜明 可是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蒋干游说周瑜一事吗 蒋干是否真的又有那么笨吗 此文将会为您揭晓答案 据裴松之在三国志无书周瑜传所引著的将表传记载 曹操前蒋干游说周瑜却有其事 大致内容如下 当初曹操听说周瑜年少有美才 以为可以通过游说把周瑜说动 于是秘密派遣九江人蒋干去见周瑜 蒋干穿着不衣隔巾 一个人身份见周瑜 周瑜热情相应 当即对蒋干说 紫意蒋干自良苦 远是江湖为曹氏做说客业 蒋干借故否认推说自己跟周瑜是同一周理 获别多年 前来叙旧并做参观 周瑜款待蒋干后告辞去办事 让蒋干独自住了三天 临别时 周瑜请蒋干参观其军营军库 设宴渐行 称说自己遇到了知己之主 君臣十分相得 表示绝不会有所动摇 蒋干只是笑着听周瑜表达心智 始终没有说一句游说之词 回见曹操时 蒋干说周瑜雅量高致 非言辞所能把他离间 以上是蒋干游说周瑜的全过程 从这个过程看 蒋干只是白走了一趟 蒋干是九江人 当时为曹操的墓宾 汉九江与周瑜老家卢将军书县 金安徽卢江西南 同属扬州 所以蒋干自称跟周瑜是同州里的老乡 两人并有过交往 这可能是曹操派遣他去游说周瑜的一个原因 再是蒋干这人很有口才 江表转称其有一辱 以财便建称在江淮之间独一无二 曹操手下人才积极 独挑选蒋干去游说周瑜 是下了一番苦心的 只是没能如愿 蒋干游说周瑜的基本史实就是这样 问题在于蒋干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建周瑜的 蒋表转没有明确记载 于是出现了三种说法 以说在赤壁之战后 资质通鉴将此事记载为建安十四 公元209年年冬十二月 即公元210年之初 此时的周瑜已攻下江岭 屯郡南郡 令东吴南郡太守 所以蒋干游说周瑜 就是周瑜在荆州之时 一些书籍也按资质通鉴的记载将此事放在周瑜 领南郡太守之时 如诸葛亮评传 此书续说赤壁之战后 曹操在政治上采取分化瓦解敌人的策略 于是派周瑜雇就九江人蒋干去见周瑜进行策反 结果被周瑜拒绝 以说在赤壁之战前 如刘一生三国小闸所说 刘先生认为司马光资质通鉴把蒋干游说周瑜这件事 放在建安十四年冬 是不合理的 因为这时周瑜以立下大功成为东吴敌后人物 绝不是曹操一个说客能打动的 曹操也不至于在赤壁大败之后 向周瑜劝说归降 果真如此 曹操便真是个大傻瓜了 这是刘一生先生的看法 再也就是三国演义所说 蒋干游说周瑜是在赤壁大战之时 这跟江表传的记载显然相违 只是小说家一花接木的艺术手法而已 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时 群英会蒋干重计这段文字 源于元代的三国之平化 也不全是罗冠中的发明创造 罗冠中只是对平化做了一番加工改造 史故是既生动传神 又显得合理 平化里的蒋干是个仙长 曹操拜其为师 派他去游说周瑜 结果反中了周瑜之计 演绎把仙长 拜师这些去掉了 又对故事精心修饰 使群英会蒋干重计这个毁幕花团锦簇 十分好看 而蒋干也就成了书卷气十足 城市不足 拜师有余的小丑是人物 如戏剧群英会中所表演的那样 那么 蒋干游说周瑜 到底是在赤壁之战前 还是在赤壁之战后 如果说在赤壁之战前 那只有在周瑜镇巴丘之时 建安初 周瑜随孙策平定江南 夺取豫章郡金江西南昌等地 出路英姿 曾留屯巴丘 这个巴丘在金江西辖江县 飞越阳古巴丘 辖江古巴丘里久将较近 周瑜屯巴丘 是建安四年的事 建安五年 孙策被刺身亡 孙权留周瑜在身边 与张昭共长重视 基本上一直随孙权左右征战霍一室 旨在建安十一年一度 铸屯过宫廷及贡廷湖 金颇阳湖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前 铸屯过颇阳 金江西波阳县 将表传说曹操文周瑜年少有美财 蒋干游说周瑜似应在周瑜年少出路锋芒之时 那就是铸屯巴丘的时候 不过这个时候 曹操正与袁绍进行生死较量 关渡之战迫在眉睫 徐全力对付袁绍 似乎不太可能专门派奖干去游说周瑜 而建安十一年只是短暂屯住宫廷 赤壁之战前屯住颇阳时也不可能 因为这年八月曹操已引兵南下 很快占有荆州 根本不把孙权放在眼里 不大可能派奖干去游说周瑜 刘一生先生说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派奖干去游说周瑜不合理 似有一定道理 但他说当时周瑜以立大功 成为东吴敌后人物 绝不是曹操一个说客能打东 也不尽然 欲是关键人物 欲有可能成为对方策反的主要对象 曹操在周瑜手上吃了亏 想出法子策反周瑜 如成功大可挽回点面子 问题是历史上已至学严谨著称的司马光 为什么将此事编写在周瑜攻下降临之后的建安史四年冬十二月 恐怕不是一时疏忽 将表转技术此事是紧接着技术成普与周瑜改善关系 承赞周瑜之后 成普原以为自己年长 不把周瑜放在眼里 曾数次羞辱周瑜 周瑜从不计较 赤壁之战时 两人为左右都督 关系仍很紧张 差点误了大事 这是在吕蒙传中 有吕蒙说出 告诉孙权习取荆州只应确定一个主帅 不要像赤壁之战时那样搞两个都督 因为东吴决定习取荆州时 孙权原想让周瑜跟吕蒙一起认都督 经吕蒙一提醒 就只让吕蒙当主帅 既然将表转技术奖干游说周瑜 是在成普与周瑜改善关系之后 那么蒙干游说周瑜就不可能在赤壁之战以前 蒙干游说周瑜很可能就发生在荆州 蒙干游说周瑜到底在何时何处 由于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 人们只能从不同角度进行评判 至少蒙干荆州游说周瑜是其中的一说 早看我是周瑜 Guys 时候我们 Ice